接着下来第七场 三班千八里的 这场就是泥地 好了 先看这只安彩 上次放头 都已经差一点点了 不过输给那些都很厉害的 没办法 仰得挺好 回到重发跳都挺生猛 这次初跑泥地 这只安彩 至于这只保罗成全 经常都建议大家 都要留着这些四重彩 因为它实在是很锐 重发回来香港 今早傅列马斯奇 它都抢着抢着想走 今天禅城保区怎么够呢 上一次出来已经猛了 你看看潘顿跳 我 就是晨操我就不一样了 希望它跑得好 还要上千八点 这次都灵红星 这些就是新姓的八岁老马 不过看上去它真的好事正 身形又够壮 跳起上来又够轻身 轻松整只马 千八对于它来说 现阶段可能有少少长一点 盛大光辉 其实讲聚首感 我觉得这只年纪大一点的马 它的马是三眼翻一点的 真是这场马都 都混乱的 我觉得你真是冷门三四名 拖起它 是的 尤其是譬如这些 跨道口 它经常都草地 泥地地跳来跳去 上次赢了草地 今次是跳泥地千八 我觉得它神租还可以再漂亮 未算是真的很熟 有说有笑 临场不要急 最重要是跑日马这次 因为沙田 其实今季它是养得很好的 我觉得今季这些马其实是定了的 不过跑下去肯定都是赢不到 他也不知道多想赢 这只也是 黄帝金长期都留不到 早上早急急地走去 上次你看到贺明年就留得到 因为快胚醒 那你千八如果一中等 慢一点步骤 就一直全程在那里斗 说真的 你说神操里面黄帝金 我都经常说他不转脚又急 我不喜欢 落场跑去都上了名 大道之精 这些冷门我都不敢拖留 真是这组马的范围很阔 它状态是好的 是啊 你看看这些天天精彩 黄帝它是长期都近的 1650千八都是它的射程范围 现在跳已经是民静了 很放松 每个都好像不走这样的 好 浪漫组合 大家都不知道 黄帝它以前试过跑过一次 很久以前 不过都没有数计 以前都没有开竅 又是浪漫勇士 其实它长期fit 这只就赢科昭 我想都近磅了 就是落班近磅 61分的马 它神足是怪怪的 这些性格都不是太好 都是有点乱龙 动身动势 落四班就不同了 可能 上天至尊 是不是真的好fit 什么什么 其实不是平平稳稳 哪有变过 不过换了个莫雷拉坐上去 你觉得可能会放头跑高一点 来到第七场 三班千八米 这个状态看到 都是相当平均 很多马都很吸引 很fit的水准 其实你说这些 找胆的场合都相当困难 大家各有可取之处 三个马蜆盛宝区 近这两次都是这样的 首先浩然说 上次走一圈 由出到来上马 去到杂后面 它不停在那儿摔 其实前一次巴道失准那一局 我初初觉得是不是跟巴道似的 结果都不是 后来马亚跑回 上次又是这样 所以你说 刚刚潘顿跳 那一课跳 它一路跳两步 跳两步又在那儿摔 所以这些马我觉得 就不稳健 蜆盛宝区 它是能力的 就是泥地它是强的 另外六号跨道口 又是较为有少少 棘手的马 因为近期有赛 都不少这些马 跑完转 跑完转 好像张登杰彩那样 它又是得下 又不得下 得下又不得下 你都不知道 无所适从 哪一场去追它 那你验不验完 所以突然又得回 所以我觉得 有时这个马蜂 赢起来就很厉害 但是你有时 一不得起来 好像完全都没得解释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我觉得 譬如蜆盛宝区 有时如果它得的话 你当然会说 泥地 摆明得 但是 刚才你所说的 之前不是巴道 又猛 巴道跳过 又周围 跑到周围 你不要忘记 其实这只马蜂 是试过软弱 持续性移位 动多两动 待会我又不知道 会怎样 但是之前 所以要测试 呼吸机 又成的那些东西 跑得回 但是每个人都知道 他来地很厉害 会有危机 你见他跳 他一直在顶着顶着顶着 就变得有点担心 这种马蜂真是好军事 安彩 你数到可能不算排面 来地还没跑过 外地赢了个胶沙 其实 如果你说说fit 实行赛绩里面 其实刀铃鸿星 今季是两分 那些马蜂还保持得这么好 刀铃鸿星真的搞得好 跨道好 我都不会选择了 这些又是突然之间可以好 根本很多马蜂好fit的 有港有少 大道至正 天天精彩 这场马要很多只穿云 才搞得好 可能 第七场赛事都研究过 休息一会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